最近一段时期以来 重庆掀起了唱红热潮 给人感觉中国将要重返文革的态势 而且这个势头有蔓延的趋势 不过另一方面 大陆民间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批评声音四起 并且越来越尖锐 请看报道 82岁的北京著名学者毛于世 4月26号在财新网博客上 发表了5000多字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 文章隶属了毛泽东的种种罪恶 批判毛泽东祸国殃民 心理阴暗 奸淫妇女 并说毛泽东将要接受公正审判 虽然文章获得众网有的叫好 但很快就被删除 据自由亚洲电台28号的报道 文章发表后 毛于世收到恐吓电话和信件 我认为毛于世谈的是一个大的问题 是一个中共从根子上的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领导建立起来 这种无产机专政抛弃了解放前的那种要建设新民主主义 要搞多党制那种民主的建设 他抛弃了当时他的许诺 建立了这么一个挺像大林的这样一个无产机专政政 他谈的是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是一种思想的解放 最近 重庆带头的唱红运动越演越烈 例如 重庆要求媒体高密度宣传36首红歌 保证人人会唱 重庆卫视全新改版天天红歌会推广红歌 重庆官方声称 红歌传唱十万场 官员白领拜师学唱歌等等 26号 重庆师范大学的28名女学生 以江姐人物造型 来到重庆市扎子洞监狱参观 据说是去了解江姐原型 江竹云等人的所谓英雄事迹 现在这个整个的空气就特别紧张 而且呢 你班的那种清歌漫舞 音乐会五一前都停止 五一我希望你们观察一下 这个演出是不是都变成了 长江祖歌事的 江姐事的 因为现在重庆就开始了嘛 让女学生化妆成江姐 来进行艺术表演嘛 所以呢 北京会不会都出现 文革式的那些东方红式的 那种文艺演出 也值得大家关注 与此同时 重庆唱红模式 也在中国各个地方蔓延 中宣部和团中央 即将于五四青年节 举行一场大型文艺晚会 主题为 五月的鲜花永远跟党走 而河南师大的食堂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 大学生必须一边吃饭 一边听红歌 在此之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个常委 习近平 周永康 李长春和吴邦国都到了重庆 并赞扬薄熙来唱红打黑政策的成就 有观察人士认为 重庆模式很可能就是 中共要实行的路线 因为历史已经证明 毛泽东的路线是错的 他要的是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杀一个鸡都要被批判 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你这样一个毛泽东的思想 这一套用苍红打黑的形式 在现在的表达出来 能不能解决中国的 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 思想意识形态 道德堕落 环境污染 等等所有的问题能解决吗 解决不了 他是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曾经担任过香港门会报 东北办事处主任的江维平认为 目前最想搞乱中国的人就是薄熙来 他说薄熙来把整个重庆 都倒退到文革时代 弄虚作假 贪赃和枉法 把公检法都砸烂 如果他在十八大再上升一步 哪怕是只当常委 政法委书记 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 不过在中共高层 也不是都支持薄熙来的重返文革 据香港明报报道 前两天 中共总理温家宝 在与香港著名左派代表人物 吴康明会面时 他谈到内地政治改革的困难 温家宝说 内地现有两股势力 一是封建残余 一是文革遗毒 让人不能说真话 新唐人记者李静 孙宁综合报道 Nah Nah